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历终谋 今天 我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 而是以吴通丈夫的身份 在这里请求你们 希望你能看到 一年多的时间 对很多人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我来说 却是刻骨铭心的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世界里面 有了你 有了你 你对彤彤的好 对朋友的信任 还有你无可救药的乐观 都是我渴望 却不曾得到的 可惜不懂得表达爱的我 却一次一次地伤害了你 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痛过 我没办法想象 没有你的世界 我该怎么活下去 所以请你回来 疼 回来吧 疼 疼 爸爸 我们在等什么啊 我们在等流星啊 哦 爸爸 你是不是要许愿啊 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听 好不好 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男孩 他的母亲生病了 他听人家说 在一个山洞里面 有一个叫做 流星花园的地方 只要 在那个花园里面 看到流星 并许了愿 那你许下的愿望 就一定都会实现 后来那个小男孩 他就在那个山里面 一直找 一直找 他找了几天几夜 怎么都找不到那个地方 后来 他就晕倒了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当他醒过来之后呢 他发现他 躺在了一个 非常美丽的花园里 然后有一个天使姐姐 对他微笑着 说 我们被你的真心打动了 所以我们决定 帮助你 实现这个愿望 彤彤 其实能不能对着流星许愿 并不重要 并不重要 是